各位好 製作和上載這條影片是在2022年西曆7月14日 星期四 哇 好久好久沒有在Youtube上透過影片和大家進行交流 因為一來網 二來都 whatever 今次這條影片真的說來話長 但想長炭一星 正所謂火燒期間長炭 唉 這條影片比較不開心 情緒會比較沉重 首先 最近真的有好多好多的 sad news 非常之多 伴隨著安倍晉三的不幸 在這個6、7月 不單是說這個7月 甚至早在6月 身邊都開始有些事情來了 但這個7月就更加嚴重 發生什麼事呢 例如 我有個朋友 他還有兩個朋友 突發性疾病走了 然後 最近 我自己有一個C的朋友 媽媽終於不滴cancer 就走了 然後 我的舅母的媽媽 身體又好像是血出了不知什麼事 細菌感染 類似那些東西 又在幾天之內無端端走了 跟著 啊 還有 啊 還有 啊 對 有一個我 嗯 都是我的朋友 但跟他算是平水相逢 又不是特別熟的 嗯 我連他的中文名字是什麼都不知道 但深刻 我知道他生日 他自尋短見 又走了 然後 就算看回本港新聞 都有很多的事情 啊 還有啦 然後我有另一個朋友 嘩 為什麼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好像作為我Thomas的朋友都好像很不幸 說笑而已 當然不是啦 生死有命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但總之 其實這是數據 不是說因為認識了我才這麼不幸 OK 啊 然後 大家看看這裏的底圖 然後我有另一個朋友的媽媽 就 啊 又走了 OK 啊 再看回本港新聞 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都是這個七月 尤其是七月就超級無敵爆 爆很多的猛料出來 其中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其實我當時看到這宗新聞 我的心都很噁很噁的 我都半泡眼淚 因為很動容的 話說有對夫婦生婚了三個月左右 然後有一天或一晚 先生就踢球 可能隱性心臟病發就一聲暴敗 撤死了 然後隔了幾天或幾天 然後妻子覺得頂不順了 人生失去意義了 尤其是人家是新婚的 很開心的 老公忽然之間離開了 然後妻子就在家裡上吊 這件事真的 我覺得是非常聞者傷心聽者流淚 OK 然後又有一宗新聞 就說是在西環 這個就真是很不抵很不抵 有時候為什麼要有這一下衝動呢 話說有一個男子 就在凌晨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AirPods 是跌了出窗 OK 他就爬出窗 好像說他在玩遊戲期間 為什麼對AirPods會跌了出窗 然後他就爬出來 而剛好街上還是有途人 就立刻說 出言勸了他 你不要自尋短見 不要這麼傻 誰知道那個事主還大叫回應 我不是跳樓啊 OK 誰知道很快就 扇腳 失足就墮樓 那就拜拜了 那 是不是又是很令人握碗嘆呢 然後又是這幾天的事 在東涌日東村就有對母子 就文說是因為他們因為疫情 失業了很久 也都欠下了巨債 那就是 對 就消炭拜拜了 那通通的這些東西呢 令我覺得其實我都 最好去出條片給一個警示大家 OK 那這些東西其實會持續都很久 尤其是會影響某些的星座 OK 所以在這裏想給一個 一個溫馨的提示 那但是我希望 首先 在此我都希望大家 不可以為 就是細去的 有緣人沒有緣人都好 去念聖恩南無阿彌陀佛 或者你根據你自己的宗教信仰 為他們祈禱啊什麼都好 那也都可以在留言欄那裡打出來 那真人 我常常都說 真人玫瑰手有餘香 有些東西不要淪色 尤其是念佛呢 是有功德的 OK 但是你不要求過功德 但是你希望 你這點的善念 是可以回向到 給一些不幸的 呃 呃 靈魂們 希望他們是可以早日安息的 好 那慢慢進入整體了 不好意思 前半段是否背景有點吵 好 那現在應該會安靜一點 那我之前也提過 其實我身邊都很多朋友 即不單是我那個 呃 靠母的媽媽 那 但是我有個朋友M的媽媽走了 然後有個朋友R 他有再兩個朋友 就特性 即特急病走了 對啦 那這裡好像格得有少少圓 但是呢 我今天這條片其中一個主旨 是想透過我朋友C 他的媽媽不敵眼魔死了 還有 真是一個自尋短見的 以前的朋友T 我想透過C和T這裡呢 帶出一些故事 然後特別去提醒 即2022餘下的下半年呢 特別提醒所有固定星座的朋友 OK 那人生的好多動盪 未完的 甚至我會告訴你 是這個下半年 才是一個開始 即是 即是7月星座的一個開始 會持續到 一直下半年 好 那呢 那我有個朋友C 那他就是5月12號出生的 金牛座 那呢 我一早已經說過 其實就算他之前找我做千複選名 是啦 他私下找我做 或者就算我公開那些2022語言 我不是已經提過大家 金牛今年是一個 即是超級變動年 而因為人類通常不喜歡變動 喂 何況還有金牛 金牛就是一個固定的土性星座 最最最最新就是變動 那今年這麼多變動 所以我曾經也都說過 即是姑且可以叫做這個是金牛最差的年份 是吧 但是再說多次 即是差 你不要看它 因為 我們不要這麼快去定一個好壞 但是純粹是因為多變動 OK 我們要知道變幻本身是一個中性的事情 是不是 新路病死是一個很自然的 cycle 是不是 變幻原始永恆 知否世事上變 OK 但是只不過我們人 我們有一個自己的執著 我們喜歡 就是貪 貪圖安逸 我們只會 所以我們才會 視變幻為負面 為差 但是本身是眾成的 好了 那我朋友 他自己有什麼變動呢 但是當然他 非常之討厭這些變動 因為令他忙到喘不過氣 首先他媽媽不敵眼膜走了 然後他要經常在醫院之間奔走 OK 然後他有新的地方去住 然後他搞裝修那些東西 也是非常之頭痕 非常之多濕制麻煩的東西 OK 其實 其實新居那些東西都算是比較正常的 最麻煩是他工作 因為他是典型金牛公務員 做了很多年公務員 然後他竟然在今年轉了 竟然是做了這麼多年同一個姿勢 他今年竟然是轉了整個部份 當然是一個大變動 但是在這幾個月 他身邊相繼很多同事 即離職什麼都好 然後他是要 忽然負責其他部份 其他部份 然後甚至不是搖距做 或在電腦做 他甚至要在不同的部份之間奔走 即有時候另一個部份的人 打給他 他真的要跑到樓下 可能過馬路 跑六七分鐘去第二個建築 那裡去做事 你說是不是瘋了 OK 今年的金牛座 就是很多這些東西煩 尤其是我想說 他是五月十二號出生的 OK 再做有沒有一些都是五月十幾號出生的金牛座 你們會是最受到這個星象能量影響的 為什麼 因為 其實 我們把這個太陽金牛對分一個Degree 其實他就在二十度的阻近 OK 我們 姑且容易點說 在二十度阻近 好 天上現在剛好 我們叫Transit 一個過運的行星 即是真實 原來也真的有些星 是在金牛座的二十度附近 就是一個最差的天王星 在十八度 還有一個有放大能力的不膠點 在十九度 OK 十八十九 那就黏著二十 所以 天王是說一些變動不安 一些突如其來的變化 嚇死你的一些變化 然後他在金牛座是一個最不舒服的位置 他最要發瘋的位置 OK 他在十八度 然後不膠點在十九度 他有一個放大擴射的功能 那是否將天王星那些瘋的能量 擴到其他度數 擴到越來越大 那如果 葛夏的命盤裏面 都不單是太陽 不單是說 因為你是西曆 可能五月十幾日出生 而如果你在個人命盤 你的Birth chart裏面 在金牛座二十度附近 附近 有星的話 那你們會煩到 起碼去年底 OK 為什麼呢 你說那些星會不斷動嗎 那這些 負面的能量 不是應該會慢慢離我而去嗎 OK Fine 不膠點是會的 不膠點是會的 不膠點會由十九度 然後慢慢去十八度 十七度 十六度 慢慢會遠離這個二十度左右的位置 但是這個 天王星就很煩 那它呢 那個度數就會變大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那就會慢慢離開我囉 但是SORRY 天王星在餘下這段時間會無端端逆行 它又會無端端變小 接著又會無端端變大 總之殺回馬槍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會無端端殺回馬槍 所以一直到年底 在你們本命盤裡面 金牛座20度附近 有星的朋友們 預計了會繼續多變動 繼續多麻煩的東西 而對應太陽 我現在做一個小小的尖聲的講解 對應太陽 如果太陽是在金牛座的20度附近 即是你會在西力的5月12、13日出生 而這個能量順著來說 其實就不單是金牛座 是它對面的天蠍座 所以加半年 如果你是在11月10多日出生的朋友 即是11月11、12、13 也就是說你的太陽是在天蠍座的20度附近 或者如果你的盤裡有其他星是在天蠍座的20度附近 你也會繼續衰 因為你是金牛座的對公 而在這條對公軸裡面 那個天王星和現在的北焦點的那些力量 是可以直接衝黑你的本命盤的那些天蠍座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平折 但是當然啦 讀音箱和大的寫法不一樣 或者你可以說那個叫做天蠍座 因為它是一個蠍座 蠍座的那些蠍座 如果本命盤、獅子或者水瓶 20度附近有星的話 你們會煩到到年尾 對應如果我們說太陽星座 那你們的生日如果是在8月12、13日左右 或者是2月12、13日左右 會一直煩到到年尾 好 怎樣檢查這些道數啊 放心 我在留言箱裡會把連結出來 那又有沒有事情可以做去催急避空啊 我會說 很難做到事情 你唯有心理準備 你有定心理準備 或者你很多事情 你有定一個維持計劃 你有定 計劃B 或者有定多些 即是預定多些寬如的時間 或者金錢 正所謂 什麼 人有薩時之手緊 那你例如有多餘的錢 你不要拿來買 買靚錶買手袋 吃掉它了 你不如留定不時之需吧 OK 那當然也可以找我做Personalized 的Services Boy 和試去做一些解握的 即是被兇的行為 那這就是一些圓學的方法 但是其他的八角星座 麻煩不要這麼開心 你不要以為只顧著星座才拿東西 他們是會拿得最多的東西 但是其他的八角星座都會拿東西 為什麼 好壞不壞 在昨晚 OK 厲害的7月13日 Wednesday night 不是有個很漂亮的月亮嗎 超級大月亮嗎 原來它是 在今個2022日裡面 今個2022日裡面 月球和地球最接近的一個時刻 剛好遇到一個Full Moon 月亮有大有緣 你們上網去看 或者你們看我Facebook和IG 都有些非常漂亮的月亮的照片 它是一個超級滿月 OK 但這個滿月的能量是非常之差的 所以它會將一個能量擴散到 你起碼等到 即都是2022日 半年 然後它對 全部的十二星座都會有影響 所以其他八角星座都不能陷面 好了 它是有一個怎樣的力量呢 我先去做一些技術上的講解 昨晚的滿月 是發生在摩蠣又叫山羊座 這個叫一個落含的位置 在21度 然後同樣在摩蠣座 有逆行中的冥王星在27度 因為這個冥王是逆行 即是它的度數會不斷變少 也就是越來越趨合 趨合那個月亮 27、26、25 即是這兩星是走在一起 那冥王就是講一些非常之不好的 一些陰暗、權力欲、流血 這些非常之恐怖的力量 還有月亮在摩蠣座 是一個叫做落含 一個非常之不舒服的位置 在這個滿月 就會被太陽的力量 在對公巨蟹雙充 把這種全部是嗜血盛盛 冷血的東西爆發出來 直到去年尾 何況因為在某些行星 永恆過行 Fixed Stars的影響之下 其實昨晚的滿月也會有一些 theme 就是講一些謀殺 更加多的謀殺 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 或者是一些接近死亡的體驗 即是就算死不去也會一生散 或者這樣說 如果我講得開心一點 我講得開心一點 不過其實都是意外 死亡的體驗 其實是一些意外 你死不去也會有些死亡的體驗 總之都是會有這些 theme 的東西 一直發生到年尾 OK 還有 因為其實那個火星是在金牛座的 這個時候 OK 好 以下這一段會有些複雜 火星是摩蠣的王主星 月亮是金牛的王主星 但現在火星是落陷在金牛座 而月亮是落陷在摩蠣座 所以這裡我們會叫一個 negative 的 mutual reception 一個負面的互融 OK 那這裡呢 這個 即是伴隨著昨晚的滿月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升象 會有些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我們人世間為了利益 物慾 而會出現了很多的鬥爭 很多的衝突 OK 好 那就繼續 還有昨晚的那個滿月呢 在摩蠣的21度 我都說了 是不是 還有記不記得我說過 現在的天上的天王和北交 在金牛的18-19度 OK 那跟第一其實都差不多了 那 所以這些這些星呢 會發生成一個三分的上位 即是說 他們彼此之間那些負面的能量呢 會有一個非常之順暢的交流 OK 即是有兩個大魔王會一起很開心 在手繞手 在跳入這個地球 在搞全我們的派對 好了 那所以呢 其實一直去到年尾 OK 社會上呢 會有我剛剛講過的那些什麼謀殺 意外 一些死亡的體驗 OK 那特別是一些 跟金錢 利益 有關的這些 殺害的事件 OK 小則恩財失意 大則恩財失命 OK 那又或者 好了 就算不要說到謀殺 但是會因為一些利益爆破的事情 而引爆很多人的自殺 OK 看回香港歷史 以前那些什麼金融風暴 是不是 很多人跳樓那些 那些的事情 其實一直去到年尾都會發生 不單是香港的 全世界都會的 因為 昨晚的滿月影響全世界 你不只是在香港才看到滿月 那麼表現化 那麼嚴重 但是呢 在心理上 其實他都會引爆到很多我們潛藏 壓抑了很久的情緒 OK 特別是一些跟權力階層的鬥爭 OK 通常可能那些辦公室政治 或者 我當 就算在你原生家庭 但是原來你不斷和你的父親角色 是有很多爭權的 要欠誰在家裡 都會因為昨晚的滿月 而直至到年尾 你們的角力 會越來越白熱化 OK 會發現了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陰暗面 你會看到他們的動機 終於是 冬槍事發 然後這些事情 首先會令到你很不滿 但是也同時會令到你 是忍不住 伴隨著滿月的力量 和剛才說過 那個 火月的負面滬溶的那個力量 你是直接會開火去爆它 而且小心點 爆還爆 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 而不要做出一些殺人損害人的行為 因為要坐牢 而且是很大的罪孽 然後 基本上 大家都會彼此 很喜歡去控制大家 在全世界的所有人際關係裡面 都會很喜歡去操縱大家 尤其是操縱對方的一些 都是金錢的利益的動勢 例如我當就算老公老婆 可能其中一個要管住 對方給多少家用 管住對方的錢 就算司機錢都不放過 都要管他那些司機錢去做什麼 都會有一些非常之強的這種控制 或者是 就算是公司 那些老闆都會很喜歡去micro management OK 例如去管 那你老闆怎麼管你的錢 他不會管到你的薪金 但他可能會管著你 怎樣去給回時間 這個公司 因為他出薪金是買你的時間 可能他會常常去看著 你有沒有吞扣 不如你去整個鎖書 你去記錄你每一個 可能每一個小時做過什麼 那接下來一直到年尾 都會有很多這些變態的老闆 是會去提出這些這樣的建議 去控制你的資源 當然啦 因為時間是一個很寶貴的資源 還有他又要計算 即是我給你這麼多人工 我付出我的資源給你 那你給我多少資源 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這種 角力矛盾鬥爭 就會是因為通通這些 這些資源的控制 都會出來了 然後再說 也是啦 嚴重者的話 真的會殺人 流血 什麼都會有機會 嘩 不經不覺這個影片 都說了很久 唉果然是 不明則以一明驚人 不非則以一非充電 你看看我這麼久沒有出過片 一出就出 都要半個小時了 好啦 我之前沒有說過我512出生的朋友C OK 我現在就想說我的前朋友 朋友T 至尋短見那位 是啦 雖然跟他不是很熟 但也有過素面的素面資源 是啦 平水相防 之後都繼續見過幾次 是啦 我聽說他這次走的原因是因為感情問題 好啦 還有 他是10月25日出生的 是啦 就跟最近貶值 瘋狂貶值到只有5毛的2元 2元 是同一個日子出生 OK 都是一個天蠍比較頭的日子 好 那 是啦 透過這裏 天蠍的 就是我這位 前朋友T的一個故事 我想給天蠍座一些鐘谷 這裏就 已經不再關任何的聲像事了 但是 天蠍的朋友要聽 或者如果你身邊有天蠍座 你也可以分享這件事給他聽 又或者 還有這裏呢 所謂的天蠍不單是太陽天蠍 不單是因為你的生日 我們一般叫你的天蠍座 這個叫太陽星座 但是如果你是上星天蠍座 或者你有很多個人行星 個人行星 或者我們叫內行星 向天蠍座的話 即是金水火 如果你有這些星落在天蠍座 都麻煩你們去聽一聽 我想給天蠍座一些鐘谷 好了 那 還有呢 我以下說話可能會很銀儀的 但是麻煩天蠍座的朋友 收起你們的戰鬥格 戰鬥格 收起你們的戰鬥格 不要跟我包吼的 我塔尖亂南港星座不會錯的 不會 我要喝一口水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瘋狂吃雪糕 所以 你的雪糕甜完 然後就會令喉嚨很乾 我先喝一口水 好 我想說 天蠍座 我以下說話會很銀儀 但是收起你們的戰鬥格 因為我塔尖亂南港星座 不會錯的 錯的只有你們 好了 還有呢 金牛和天蠍座很有趣 因為你們是對 金牛和天蠍座是對公 OK 而我們出名都說你們是非常固執的 OK 其實所有變動 不是所有固定星座都固執 金牛 天蠍 獅子 水瓶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在這四個裡面 說有沒有誰沒有那麼固執呢 你猜不到 其實我會說 是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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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回我當我沒有說過 好了 但是我只說回金牛和天蠍座 金牛和天蠍的故事呢 很搞笑的 有一個對比的 聽著 金牛是堅持自己對的人 而天蠍是很喜歡堅持別人錯的人 你們好好消化一下我這一句 如果你們消化 如果你們很快去得到這個意思的話 可能你對尖聲都有一點緣分 又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一直有尖聲理論根據的話 你看完我剛剛以上那句 你應該會會心微笑的 好 金牛經常堅持自己對 天蠍經常堅持別人錯 在今天我想透過朋友T的事情 去引申出一些提醒 因為我見得太多身邊的天蠍會犯這些毛病 好了 天蠍座呢 其實你們在 尤其是在現代尖聲學 或者心理尖聲學 其實你們是掌管 轉變的 蜕變 你們是掌管一些 鳳凰的肉火重生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見得身邊太多的人 偏偏這個世界上 最難肉火重生 最難破茄而出 化成蝴蝶的 就是你們 OK 真的不能解釋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見過身邊很多天蠍 不是自尋短見 只有這位朋友T 但是你們就是因為 在尾 你們進化不了 升不到層 不斷在 無限輪迴 在你自己 可能在層一 打那個大哥 不斷輸 不斷輸 你們永遠跳不到去層二 OK 不知道為什麼 即使你們是在 現代心理尖聲學 掌管那個轉變 不過算了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 理論和現實 是真的很 很相反的 不知為什麼 就好像天蠍座 OK 天蠍座我們經常說 他好像很公平 會聽聽別人說 又聽聽自己的意見 然後兩邊稱 但是我想說 天蠍座是最 批評的人 OK 又聽聽錯了 是天蠍 天蠍不是水平 或者你可以叫他 天稱座 一個稱 是啊 我想說 我看到身邊太多人 喂 你們在座人有沒有同意 你們可以留言說 是的 你可以說 天蠍座是最批評的人 他們最喜歡批評的人 最不聽人 或者這樣說 可能 可以說最沒有同理心 是的 即是 會批評別人 批評一個書 批評別人 他都未真的摸清楚 別人的底腕 沒有了解別人的苦衷背後的故事 就很快會去 為了別人下一個段雨 所以這些東西也是非常矛盾的 跟理論和現實 經常很矛盾 但是有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 不知道怎樣解釋 不過不是 其實我忽然之間 我靈機一族 其實如果大家認識塔羅牌的話 其實是有解釋的 是的 塔羅牌是有解釋的 Anyway 如果我開塔羅工作坊的part 2 我會在part 2那裡說 其實我跟了part 1那些人說過 要那個feedback是好的話 我才會去part 2 好 Anyway 天蠍 你們經常都是升不到level 你們是很容易成為一些underachiever 這個字是很韌耳的 underachiever 但你聽清楚 我不是說你們是loser 但我是說你們是underachiever OK 至於underachiever和loser 和loser有什麼分別呢 你們自己上門去找 什麼是underachievement 什麼是underachiever 或者什麼是underachieving underachieve 你們自己去找一下 那麼 你們真的很執迷不悟 而且在這個不能自白的過程 你們會很享受那個痛快的感覺 但其實你們覺得這件事很變態 然後去到最極端的就是自產 例如我那個朋友T 所以就事實短見 OK 我覺得你們這種的興趣 真的叫做嗜血成性的這種興趣 是要去改一改 是要去改一改 是要改一改 因為Teen Kid 從我的觀察 是視血成性 你們是以血為身的 但是你們有時候會以別人的血為身 所以你們會容易去攻擊人 去討伐人 OK 但有時候你們是會以自己的血為身 那什麼叫做以自己的血為身呢 就算你有個傷口 但是你不斷舔它 你舔自己的傷口的血 你不讓它好回來 你們是試回自己的血 你們是享受痛了 你會視之為一個快感 但其實你是在那裡自殘 你越舔它就越傳越不到 OK 又是從Observation 所以有時候我不是全部都講理論 有些東西是從我的洞察 動載我身邊所有人的星座的特質 知不知道天蠍是最不怕痛的星座 平均來說 天蠍最不怕痛 特別是月亮響天蠍座的朋友 承受痛楚的能力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要生孩子的話 那些天蠍的媽媽很快就出來了 或者不是說那個快 但他們會覺得OK了 但可能其他的那些大道婆 又要吸笑氣 又要哭苦哭佛 但天蠍是很兇容的 是的 但你們有時候 太過執迷 太過去看一些西眉西眼的東西 執著一些太過小的東西 會令到你們失去大片 令到你們不能夠去打生命裡更大的大佬 那你們不是自己圍著自己在那邊轉 就是你們升不到層級 那這個是我想給天蠍座的一個中谷 而最後我給你們一個希望 但你知不知道你們有一件事 天蠍的朋友 OK 不過這裏我會說 其實特別是太陽天蠍 好 特別是太陽天蠍的天蠍朋友 你知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 又是從我的觀察 但是你說這裏如果 我要用理論講講不講到呢 可能我都可以真的 那叫做什麼 穿著附會 可能我都可以隔眼穿著附會 講得通的 但是我的觀察 原來天蠍特別是太陽天蠍做一件事 那個成功機會是非常之大 做一件事 OK 那答案在哪裏找呢 如果這條影片的留言 有超過108句 南無阿彌陀佛的話 我會公開給你們 好 跟著還有最後 當然也是 麻煩各位聽到 例如可能 今集的那些天蠍啊 天蠍朋友啊 不要包含我頸 OK 收起戰鬥 不要說我是天極 我很怕痛 或者我是天平 我不判斷人的 我說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一個 你可以叫它做一個 statistics 或者這樣說 我接下來會出 很久沒有出過的 塔尖暖男 圓學普及 你們找回二團 Hashtag IG也可以 Facebook也可以 塔尖暖男 圓學普及 我接下來想去分析一下 去探討一下 其實我們很多人 現在不是經常說 圓學其實是統計學 其實這個說法 究竟成不成立 OK 遲些 慢慢看我的post 我想我接下來會出更多的post 以及youtube也會出更多的影片 OK 好 今年就祝大家 生活愉快 身體健康